你知道大海里速度最快的动物是谁吗? 山海800米以下,这里的生物千奇百怪 有的长相怪异,有的在计划出了超越肉体的极限能力 欢迎来到熊马哥的神奇动物园 本期咱们一起来看看动物界的闪电侠 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鱼类,奇鱼 奇鱼是一种常见的鱼类 广泛地分布在全球的亚热带海域 我国的南海和东海南部经常能看到这种动物 奇鱼的外表比较特殊 它背部上的鸡非常夸大,并且很高 顺便布满了黑色的斑点 更像是临风起航的船翻 因为嘴部长了一剑一样的常会 看起来凶猛无比 所以,鱼被称为剑鱼 说到这里,咱们需要搞清楚 此剑鱼,飞比剑鱼 虽然咱们长相都差不多 都有利剑一样的常会 并且游泳速度极快 但剑鱼比奇鱼的体型要更大一些 一般都有3到5米 而其鱼的体长只有2到4米 另外,其鱼的背上属大面积的鱼鳍 而剑鱼则比较普通 所以,大家不要把两者搞混 都说其鱼的游泳速度很快 堪称鱼类的游泳冠军 那它到底有多快呢 鲨鱼则是泳速的代名词 它的外形和鲨鱼皮 都更有利于在水中爆发出极限速度 但Ginis世界纪录显示 世界上最快的泳速 则是奇鱼 它的平均速度就可以达到90千米 在短距离冲刺时 它会把高背鞋给收起来 另外,长剑般的汇部 能够将海水两旁分开 以便减少水阻力 再加上 它流线成的身躯 和不断摆动的尾鞋 能够二次提高泳速 微速的前进 最高速度可达110公里 这是什么概念 这换算下来 其余每秒钟 就可以往前移动30米左右 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瞬间移动 凭借着瞬间移动的本事 和三米的巨型体 这也使得奇鱼成为了海洋一霸 这家伙和鲨鱼一样 生性十分凶残 它主要吃一些比自己小的鱼类 捕食的时候 喜欢用头顶的利剑 冲刺进鱼群中 从而大肆补过冲散鱼群 比起鲨鱼 这家伙 由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观测 奇鱼的食谱里 还有一些鱿鱼 乌贼等等 有时候 它们甚至还会用尖锐的嘴巴 攻击鲸鱼 都说天下无功 唯快不破 鲸鱼对它还真不可奈何 虽然奇鱼在海里几近无敌 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 肉质鲜美 口感好 它每天都需要大量的运动 从而 它的肉质好得出奇 那神灵的吃货 自然就盯上了这个美味 老万经常下海捕捉奇鱼 这也导致奇鱼的数量严重下滑 不过 奇鱼也不是好惹的肉 它不会用自己的利剑反攻 有时候 甚至会刺穿船铁 从而逃生 或者是伤人 那只可及之海中一霸 到最后 还是逃不过人类的魔爪 关注讯马哥 下期视频更精彩